耶利米书 第38章 听见耶利米对众人所说的话 耶和华如此说 住在这城里的必遭刀剑 饥荒瘟疫而死 但出去归降加勒底人的必得存活 就是以自己命为略物的必得存活 耶和华如此说 这城必要交在巴比伦王军队的手中 他必攻取这城 于是首领对王说 求你将这人致死 因他向城里剩下的兵丁和众民说这样的话 是他们的手发软 这人不是求这百姓得平安 乃是叫他们受灾祸 西底加王说 他在你们手中 无论何事 王也不能与你们反对 他们就拿住耶利米 下在哈米勒的儿子马基亚的牢狱里 那牢狱在护卫兵的院中 他们用绳子将耶利米 他们用绳子将耶利米系下去 牢狱里没有水 只有淤泥 耶利米就陷在淤泥中 在王宫的太监古师人 以伯米勒 听见他们将耶利米下了牢狱 那时 王坐在汴雅敏门口 以伯米勒就从王宫里出来 对王说 主 我的王啊 这些人向先知耶利米一味地行恶 将他下在牢狱中 他在那里 必因饥饿而死 因为城中再没有粮食 王就吩咐古师人以伯米勒说 你从这里带领三十人 趁着先知耶利米未死以前 将他从牢狱中提上来 于是 以伯米勒带领这些人同去 进入王宫 到库房以下 从那里取了些碎布和破烂的衣服 用绳子坠下牢狱 去到耶利米那里 古师人以伯米勒对耶利米说 你用这些碎布和破烂的衣服 放在绳子上 垫你的鸽之窝 耶利米就照样行了 这样 他们用绳子将耶利米 从牢狱里拉上来 耶利米仍在护卫兵的院中 西底下王打发人 带领先知耶利米 进耶和华殿中第三门里见王 王就对耶利米说 我要问你一件事 你丝毫不可向我隐瞒 我若告诉你 你岂不定要杀我吗 我若劝戒你 你必不听从我 西底下王就私下向耶利米说 我指着那造我们生命之永生的耶和华启示 我必不杀你 也不将你交在寻所你命的人手中 耶和华万军之神 以色列的神如此说 你若出去归向巴比伦王的手里 你的命就必存活 这城也不知被火焚烧 你和你的全家都必存活 你若不出去归向巴比伦王的手里 这城必交在迦勒地人手中 他们必用火焚烧 你也不得脱离他们的手 我把那些投降迦勒地人的犹大人 恐怕迦勒地人将我交在他们手中 他们戏弄我 迦勒地人必不将你交出 求你听从我对你所说耶和华的话 这样你必得好处 你的命也必存活 你若不肯出去 耶和华指示我的话 乃是这样 犹大王宫里所剩的妇女 必都带到巴比伦王的首领那里 这些妇女必说 你知己的朋友催逼你胜过你 见你的脚陷入淤泥中 就转身退后了 人必将你的后妃和你的儿女 带到迦勒地人那里 你也不得脱离他们的手 必被巴比伦王的手捉住 你也必使这城被祸焚烧 不要使人知道这些话 你就不至于死 首领若听见了我与你说话 就来见你 问你说 你对王说什么话 不要向我们隐瞒 我们就不杀你 王向你说什么话 也要告诉我们 你就对他们说 我在王面前恳求 不要叫我回到约纳丹的房屋 死在那里 随后 众首领来见耶利米问他 他就照王所吩咐的一切话 回答他们 他们不再与他说话 因为事情没有泄漏 于是耶利米仍在护卫兵的院中 直到耶路撒冷被攻取的日子 第39章 由大王西底嘉第九年十月 巴比伦王尼布贾尼萨 率领全军来围困耶路撒冷 西底嘉十一年四月初九日 常被攻破 耶路撒冷被攻取的时候 巴比伦王的首领尼甲沙利靴 三甲尼波 萨西金拉萨利 尼甲沙利靴拉莫 并巴比伦王其余的一切首领 都来坐在中门 由大王西底嘉和一切兵丁看见他们 就在夜间 从靠近王园两城中间的门 出城逃跑 往亚拉巴逃去 迦勒底的军队追赶他们 在耶利哥的平原追上西底嘉 将他拿住 带到哈马地的利比拉 巴比伦王尼布贾尼萨那里 尼布贾尼萨就审判他 巴比伦王在利比拉西底嘉眼前杀了他的重子 又杀了犹大的一切贵咒 并且弯西底嘉的眼睛 用铜链锁着他 要带到巴比伦去 迦勒底人用火焚烧王宫和百姓的房屋 又拆毁耶路撒冷的城墙 那时 护卫长尼布萨拉旦 将城里所剩下的百姓和投降他的逃民 以及其余的民都掳到巴比伦去了 护卫长尼布萨拉旦 却将民中毫无所有的穷人留在犹大地 当时给他们葡萄园和田地 巴比伦王尼布贾尼萨提到耶利米 主妇护卫长尼布萨拉旦说 你领他去 好好地看待他 切不可害他 他对你怎么说 你就向他怎么行 护卫长尼布萨拉旦和尼布沙斯班拉萨利 尼甲沙利靴拉莫 并巴比伦王的一切官长 打发人去 将耶利米从护卫兵院中提出来 交与沙藩的孙子 亚西干的儿子基大利带回家去 于是耶利米住在民中 耶利米还求在护卫兵院中的时候 耶和华的话临到他 你去告诉古诗人伊伯米勒说 万军之耶和华 以色列的神如此说 我说 我说降祸不降福的话 必临到这城 到那时 必在你面前成就了 耶和华说 到那日我必拯救你 你必不知交在你所怕的人手中 我定要搭救你 你不知倒在刀下 却要以自己的命为略物 因你依靠我 这是耶和华说的 第四十章 耶利米所在耶路撒冷和犹大贝鲁到巴比伦的人中 卫长尼布萨拉旦 将他从拉玛释放以后 耶和华的话临到耶利米 卫长将耶利米叫来 对他说 耶和华你的神 曾说要降这祸于此地 耶和华使这祸临到 照他所说的行了 因为你们得罪耶和华 没有听从他的话 所以这事临到你们 现在我解开你手上的链子 你若看与我同往巴比伦去好 就可以去 我必后待你 你若看与我同往巴比伦去不好 就不必去 看哪 全地在你面前 你以为哪里美好 哪里合宜 只管上那里去吧 耶利米还没有回去 护卫长说 你可以回到沙藩的孙子 亚西干的儿子基大利那里去 现在巴比伦王 立他做犹大成义的省长 你可以在他那里住在民中 不然 不然你看哪里合宜 就可以上那里去 于是 卫尔长送他粮食和礼物 释放他去了 耶利米就到 米斯巴 见亚西干的儿子基大利 在他那里住在境内 剩下的民中 在田野的一切军长和属他们的人 听见巴比伦王立了亚西干的儿子基大利 做境内的省长 并将没有掳到巴比伦的男人 妇女 孩童 和境内极穷的人 全交给他 于是 军长尼探亚的儿子 以什玛利 加利亚的两个儿子 约哈南和约拿丹 丹护灭的儿子 希莱雅 并尼陀法人 以匪的众子 马家人的儿子 耶萨尼亚 和属他们的人 都到米斯巴见基大利 沙藩的孙子 亚西干的儿子基大利 向他们和属他们的人启示 不要怕服侍迦勒底人 只管住在这地 服侍巴比伦王就可以得福 至于我 我要住在米斯巴 伺候那到我们这里来的迦勒底人 只是你们当积蓄酒 油和夏天的果子 收在器皿里 住在你们所占的诚意中 在摩亚地和亚门人中 在以东地和各国的一切尤大人 听见巴比伦王留下些尤大人 并立沙藩的孙子 亚西干的儿子基大利管理他们 这一切尤大人 就从所赶到的各处回来 到尤大帝 米斯巴的基大利那里 又积蓄了许多的酒 并夏天的果子 加利亚的儿子约哈南 和在田野的一切军长 来到米斯巴见基大利 对他说 亚门人的王巴里斯 打发尼泰亚的儿子 以使玛丽来要你的命 你知道吗 亚西干的儿子基大利 却不信他们的话 加利亚的儿子约哈南 在米斯巴私下对基大利说 求你容我去杀尼泰亚的儿子 以使玛丽 必无人知道 何必让他要你的命 是聚集到你这里来的尤大人都分散 以至尤大剩下的人都灭亡呢 亚西干的儿子基大利 对加利亚的儿子约哈南说 你不可行这事 你所论以使玛丽的话是假的 第四十一章 七月间 王的大臣宗室 以利沙玛的孙子 尼泰亚的儿子以使玛丽 带着十个人 来到米斯巴 见亚西干的儿子基大利 他们在米斯巴一同吃饭 尼泰亚的儿子以使玛丽 和同他来的那十个人起来 用刀杀了沙番的孙子 亚西干的儿子基大利 就是巴比伦王所立为全地省长的 以使玛丽又杀了在米斯巴 基大利那里的一切尤大人 和所遇见的迦勒底兵丁 他杀了基大利 无人知道 第二天 有八十人从释剑和释罗 并撒玛丽亚来 胡须剔去 衣服撕裂 身体划破 手拿素剂和乳香 要奉到耶和华的殿 尼泰亚的儿子以使玛丽 出米斯巴迎接他们 随走随哭 遇见了他们 就对他们说 你们可以来见亚西干的儿子基大利 他们到了城中 尼泰亚的儿子以使玛丽 和同着他的人 就将他们杀了 抛在坑中 只是他们中间 有十个人对以使玛丽说 不要杀我们 因为我们有许多大麦 手脉 油 蜜 藏在田间 于是他住了手 没有将他们杀在弟兄中间 以使玛丽将所杀之人的尸首都抛在坑里基大利的旁边 这坑是从前亚萨王因怕以色列王巴沙所挖的 尼泰亚的儿子以使玛丽将那些被杀的人填满了坑 以使玛丽将米斯巴剩下的人 就是众公主和仍住在米斯巴所有的百姓 原是护卫长尼布萨拉旦交给亚西干的儿子基大利的都掳去了 尼泰亚的儿子以使玛丽掳了他们 要往雅门人那里去 加利亚的儿子约哈南和同着他的众军长 听见尼泰亚的儿子以使玛丽所行的一切恶 就带领众人前往 要和尼泰亚的儿子以使玛丽征战 在积变的大水旁遇见他 以使玛丽那里的众人 看见加利亚的儿子约哈南 和同着他的众军长就都欢喜 这样 以使玛丽从米斯巴所掳去的众人 都转身归加利亚的儿子约哈南去了 尼泰亚的儿子以使玛丽 和八个人脱离约哈南的手 逃往雅门人那里去了 尼泰亚的儿子以使玛丽 杀了亚西干的儿子基大利 从米斯巴将剩下的一切百姓 兵丁 妇女 孩童 太监 掳掳到积变之后 加利亚的儿子约哈南和同着他的众军长 将他们都夺回来 带到靠近伯利恒的金汉玉柱下 要进入埃及去 因为尼泰亚的儿子以使玛丽 杀了巴比伦王所立为省长的 雅西干的儿子基大利 约哈南惧怕迦勒底人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